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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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碧辉煌的大廳 天花板还有欧峰彩绘 自动弹作的老钢琴 有110年历史 盛情建的古董 总价值破亿元 你相信吗 这里是一间餐厅 台中老字号的海鲜餐厅 夜只打造700平的西洋博物馆 走进来 仿佛欧洲古堡 濃郁的咖啡廂 挑高的旋轉式樓梯 這裡竟然是一間藥局 吸引許多人來此打卡拍照 台中的店還是比較大的間 因為現在年輕人很多都流行說 看裝潢吃東西 又狂又浮誇的 還有台中的各式六里餐廳 像是這一間知名火鍋店 總面積七百五十六坪 四百六十個座位 業者砸下八千萬裝潢 消費平價卻能享受高價環境 因為就覺得空間比較大 比較沒有壓迫感吃得比較輕鬆 還有知名連鎖咖啡店 在中青路的店面 陣地八百坪兩百八十五個座位 還有得來宿 被稱為是台中最美門市之一 另外一間則是市政店 門口三角形的奏型 充滿藝術感超級吸睛 一樣的咖啡品牌 在台北多半是大樓建築的一樓 店面相對比較小 台中的許多門市都是獨棟的 面積大奏型也特殊 其實我是新竹人 我都會跑 假日的時候都會開到台中來吃 台中從餐廳到咖啡廳 甚至是邀局 風格特色多半都是店面大 充滿設計感 也難怪許多人 對台中店面的印象 都是浮誇又奢華 三零新聞聯群正光 台中報道